法連臟發生規模7.2的大大檔 統計到今天早上 已經有超過三百次的大檔月 還才表示這次的大檔是我們 自重九里一條後最大規模的大檔 也強行的影響到變得短暫 尤其是中午三月短暫系統 要注意未來可能的入籍發生大檔 法連緊海規模7.2的大大檔 全臺灣都感受得到 而且財政不斷 經濟起重數的通計 到早起10.55分 已經超過三百次的疫情 讓全臺灣民眾是真怕的 日本起上天快破 這次是屬於板塊修復 又短暫流行的大檔 法連發生的零點半島大檔 是同流行的 在兩個方案的幾個過程當中 一個往上一個往下 所以我們這一次在花蓮的地震 經過我們的一個資料的一個處理 我們目前初步判斷 它是一個逆斷層的一個形式 國內學者表示 這次的地震是九二一大地震之後 最大規模的地震 所以要觀察這次的地震之後 可能會關連旁邊的中央 三妹短暫的系統 因為中國短暫跟中央三妹短暫的系統 是相隔的 甚至關連到火力邊海板塊 無論後來大陸崩潰的各界的地方 甚至沒有印法其他的地震 今天這個地震 它是發生在零點斷層 那旁邊它就有一條叫中央山脈斷層 那中央山脈斷層 它可能會被觸動 其實今天這一天裡面的 有些雨震地震 已經在這個斷層上發生了 大陸第一研究所的教授 理社會表示 這次地震引起的意境 是因為崩潰的各界的地方 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斷層 當時那些地震出現很多氛氣 都是地震才會發生地震的原因 前期尚局長 地震 也在那邊擠 搭出兩張玉山珠峰的相片 珠峰水面的影響 現時玉山珠峰水面受到地震的影響 有稍微沒有崩潰 這些整個土粉硬硬硬 天塵算還蠻明顯的 表示說那一邊的弱石很明顯 那這個是低震或常有的現象 很多地方會有一些 土石鬆動滑落的現象 接著一邊玉山國家共橫管理處表示 第二張之後 橫庫玉山珠峰山 把通關丸丸山西斷 到混流水牆 還有中級官報道 瓦拉米報道頂頂 無情要沒有財政團出來 不過提起民眾 第二張會地震流著的風險增加 第二來非必要建議暫時不要去山區 記者從海報道 記者從海報道 記者從海報道